欢迎来到我们的赖清德就任台湾总统典礼新闻焦点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包信子 今天我们将带您聚焦三大新闻亮点 首先 新任总统赖清德将在就职演说中向北京展现善意 呼吁两岸共同维护台海和平 这一举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大家都在期待他未来的政策方向 其次 昨天举行的就职典礼彩排吸引了大量民众前来观看 精彩的节目预演和空军雷虎小组的表演 让人们提前感受到了典礼的氛围 最后 即将卸任的蔡英文总统 在最后一天依然形成蛮当 接见多国访兵并邀请他们参加晚宴 展现了他的敬业精神和对台湾外交的重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之音中文网 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将于5月20日正式就任 承继蔡英文开创的强劲外交格局 并在就职演说中向北京展现善意 美联社报道称 赖清德将延续蔡英文的政策方向 继续推动与美国的非官方联盟 并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尽管台湾政坛党派争斗激烈 赖清德将努力推动蔡英文所致力的改革 蔡英文在任期间 面对强势北京坚定捍卫台湾主权 并将台湾打造为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的可信伙伴 蔡英文的政治遗产包括同性婚姻的推动 新冠疫情的应对 以及军事现代化的努力 民意支持度高达42% 赖清德在赢得大选后表示支持维护台海现状 并愿意在对等尊严和不预设前提的情况下与北京对话 今日华尔街 赖清德的就职晚宴引发了广泛关注 特别是晚宴上的七道菜品尝体验 其中压轴戏 竟是对习近平的调侃 这一细节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热议 彰显了赖清德的幽默与政治智慧 晚宴的设计不仅展示了台湾多样的饮食文化 还通过美食传递出政治信号 赖清德在晚宴上与各国贵宾互动 展现了他作为新任领导人的外交手腕和亲和力 华尔街电视的报道指出 赖清德的这一举动可能会为未来两岸关系带来新的契机 尤其是在他表达善意的背景下 这样的调侃更显得意味深长 新岛日报 赖清德的就职典礼于5月20日上午举行 前一天的总彩排吸引了许多民众先赌为快 典礼以共知台湾民主前行为主轴 进行了九大段落的节目预演 最后在空军雷虎小组释放蓝白红三色胜利彩烟下结束 彩排包括新任领导人与卸任领导人向民众致意 新任正副领导人宣誓等环节 体现了台湾尊重多元的包容力和文化艺术创造力 共有51团508名外宾参加就职活动 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前高级顾问布莱恩·德泽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遗孙 及37名跨党派国会议员 创下史上最多记录 英国、法国等国及欧洲议会等外宾 也出席了这一盛大典礼 世界日报报道 新北市长侯友宜因行程安排 无法出席赖清德的就职典礼 但他送上了写有 地方中央协力齐心 中华民国和乐富强十六字的蝴蝶兰花兰 侯友宜在受访时表示 希望中央与地方政府能共同面对 和解决时安、治安和薪资等问题 强调解决国家民生问题是当前的当务之急 尽管侯友宜本人无法到戏场 他对新政府表达了满满的祝福 希望两岸能协力齐心 共同建设和乐富强的中华民国 在同一篇世界日报报道中 蔡英文在卸任前一天的行程 依然满当 被称为铁人行程 他从早到晚共有七个行程 包括接见日本财团会长 森川杨平 颁授大须景星勋章 给台湾公报发行人韦杰里 接见英国台英国会小组 庆核团及英国对台贸易特使 下午则会晤马绍尔群岛总统海尼康区 接见新加坡庆核团和巴拉圭总统 贝尼亚访问团 晚间他还邀请抵台的外宾 共进晚宴 蔡英文在卸任前一天 在Instagram上贴出 与他饲养的猫狗合照 表示最后一天在这个家 当然要和我家的猫猫狗狗拍照 留下纪念 根据外交部统计 共有51团 508名外宾将参加 5月20日的就职典礼 及相关活动《世界日报》报道 台湾正副总统当选人 赖清德和肖美琴 将在520宣誓就职 赖清德将以 打造民主和平繁荣的台湾为题 发表就职演说 演说将延续赖清德 1月13日圣选感言的基调 阐述台湾民主历程 强调成先起后 迎向未来的执政理念 赖清德将在演说中 感谢蔡英文过去八年的领导 承诺在此基础上 继续推进社会进步 防疫等成就 他将以自信 稳健 负责任的态度 团结台湾 面对三党不过半的国会局势 赖清德表示 未来将以人民利益至上 国家优先 推动政策和法案 此外 赖清德还将感谢海内外 对4月花莲震灾的关心和支持 承诺政府将全力以赴 进行灾后重建工作 新岛日报报道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今天正式就职台湾领导人 并重申将维持台海现状 在就职演说中 他以打造民主和平繁荣的台湾为题 强调积极贡献世界 不卑不亢维持现状 并追求两岸和平共荣 赖清德曾自称 务实台独工作者 今年1月胜选后 带领民进党首次联营三届大选 就职典礼在台北举行 他与副手萧美勤 还亲自邀请外宾 体验吊虾 烤虾乐趣 赖清德将呈现 稳健 负责任 自信 团结 四大元素 重申依循蔡英文提出的 四个坚持和四大和平之处 强调台海和平 是全球稳定发展的关键要素 台湾政治大学学者 严震生对此表示不乐观 认为赖清德上任后 两岸关系可能会更加紧张 联合报指出学者们认为 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将一样以稳定现状为基调 可能不会提及九二共识 而是延续蔡英文的政策路线 丹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 教授李大中表示 赖清德的演说基调 预计不会超出两岸在对等 尊严状态下进行交流的范畴 赖清德可能会从较低阶 政治性较低的项目开始 强调健康有序的互动 台大大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尹力乔也认为 赖清德的演说将秉持对等尊严 善意不变的原则 追求让人民满意美国安心 并向北京坚持底线 联合报的另一篇文章中 淡江大学荣誉教授赵春山认为 赖清德在两岸方面的自主空间 比蔡英文更小 赖清德需要甩掉台独的标签 以免大陆对其产生误解 赵春山指出 两岸关系需要一段磨合期 赖清德在两岸问题上面临许多困难 赖清德任命郑文灿为海基会董事长 显示出其习想与大陆打交道的意图 明镜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表示 赖清德会延续蔡英文对中的态度 秉持对等、尊严、互惠的原则 不排斥与中国交流 国民党议员秦桧朱则认为 赖清德不会像蔡英文那样 让两岸关系紧张 近期两岸态度似乎有比较软化的迹象 赖清德可能会在两岸关系上 取得一定的得分 联合报指出 劳团回顾蔡英文八年总统施政 认为她基本上实现了上任时的六大劳动政策承诺 尤其是完成最低工资法的立法 劳团期许赖清德总统能透过有效税的政策 洗清台湾低薪恶民 副团则认为蔡英文通过同治婚姻合法化 让台湾成为全亚洲首个允许同婚的国家 但蔡内阁女性比例低于沉水贬鱼 马英九期许赖清德应落实内阁女性比例不低于两成 并让参政环境对女性和多元性别更友善 劳保年金改革原地踏步是蔡政府最为人诟病之处 台湾劳工阵线联盟秘书长孙友莲表示 前总统马英九任内已确立改革方向 但历经两任总统都无法完成 建议由立法院承担起改革责任 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江建兴则希望 赖清德遵守竞选承诺 不会做没有共识的决策 自由时报报道 赖清德在今天的就职演说中 将向中国表达具体的善意 呼吁两岸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 赖清德表示 台湾将继续成为区域和平与稳定的推动者 并承诺维持两岸现状 既不卑不亢 他在昨晚的宴会上对外宾表示 今天的和平权力交接是台湾民主的里程碑 并感谢台湾人民和国际友人的支持 让台湾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 赖清德还和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 带领外交盟友领袖体验传统的吊虾活动 增进了与友邦的关系 这次活动旨在以轻松有趣的方式 加强与外交盟友和友好国家的关系 联合新闻网的社论指出 赖清德今天正式就职 面临的经济挑战远超过八年前的蔡政府 台湾目前面临缺水、缺电、缺地、缺工、缺人才等问题 绿能减碳的国际压力无处顿逃 产业结构极度失衡 过度依赖电子业的类荷兰病更加严重 此外 烧子化带来的人口失衡危机 所得分配恶化和财富分配悬殊 引发的相对被剥夺感和仇富心态 加上房价飙升 让部分年轻人陷入月光族、躺平族、啃老族 各种退休基金拼临破产 国家债务不断攀升 这些问题已成为台湾的新常态 若政府只顾选票和政治短力 缺乏前瞻眼光和改革勇气 这些困境将很快冲破亮丽数据 让台湾奇迹化为泡影 民进党政府对这些财经问题的处理方式 避重就轻 只着重AI和半导体业 忽略服务业和传统产业 无法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困境 只能用缺乏内涵的贸易倡议来替代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强调的 社会凝聚力、长期规划、政治稳定与信任 正是台湾所欠缺的 若执政者无法证实问题 台湾的经济困境将难以解决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